早晨 紫天昭 早晨 今天我們繼續講臉上 講到這個鼻下面應該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鼻真的很重要 因為鼻一個人去到中年而後沒有成就的 都是看過鼻的 但這個鼻看的成就也都看你是靠自己而生存 還是靠外面的朋友而助力而生存 這個世界也有靠朋友這麼好的嗎 有 有些人是靠朋友的 有朋友就是你看到很社交很懂得做的人 面緣 鼻頭是鼻樑不會高的 然後鼻會小一點 矮一點 面緣 因為這個鼻是代表自我 外面是代表外圍的因素 我們有些叫做沽風鼻 什麼叫沽風鼻呢 鼻很突出 這兩個位置很窄的 只是看到鼻樑突出出來 叫沽風鼻 沽風就是一個山這樣突出出來 一個突出出來 是的 沽風鼻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自我中心很強 自己做事很厲害 而不會理會別人的環境 其他有些叫做矮一點的鼻 或者是孩子鼻 有一些短的叫孩子鼻 很小孩子很貪玩的那些 或者是面緣的 其實這一種就是教人際關係 交際應酬 而拿到關係而有成績的本身 就是看到有很多圓圓圓圓 然後到處拿著酒杯底 開心果去到哪裡 每個人都朋友 這些就是交際應酬鼻 你看到很多的有錢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靠什麼 原來這個靠自己去做 所以我們看鼻 最重要的是 拳骨和鼻是雙倍的 即是你鼻高的拳就要高 你鼻低的拳也不能夠高 因為如果鼻低的拳過高的話 就很容易受到外面的人影響 就沒有了自我 所以我們鼻和這個拳 我們要雙倍的本身 你鼻拳是雙倍的 你的拳在這個位置 高點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的 你鼻高拳高都可以的 我們有分 即是46歲、47歲 左下、右下 即是這個位的拳 我們比這個位山根 這裡打下去 尤其是女性最重要的 山根、連尚、受尚 這些東西 第一 連尚受尚是關於健康問題的 連尚受尚 這個山根 如果越高的話 健康的話 就是鼻長的人 鼻高的人 健康是會好一點的 噢 鼻高、鼻長 鼻也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如果拳和鼻雙倍的話 在社會是容易有地位 也有些名氣的 所以你鼻不算短 即是女性的鼻 你是合格的 合格的 本身 如果再長一點的話 更加好 即是有很多千億媳婦 那些鼻子是很美的 你見到很多千億媳婦 說鼻子那麼美 那些不用做 那些一輩子 嫁過有錢人 就不用做 那些年輕過嫁 那些都是 不用做 就是鼻子長得漂亮 女人鼻為呼聲 要看老公的胃 本身 但又不能太強 是吧 不能太強 高得力 就不能高封鼻 一定要拳高 相配到 我們有分拳高和拳環 拳環就不同 拳高和拳環有少少不同 有些是很闊的拳 這裡 闊的拳 一個叫拳高 有些叫拳凳 拳凳有兩塊肉包出來的 本身 我們要看一個人的拳 好不好 如果拳環出來 有肉包的拳 有肉包的拳 其實這種拳 是很喜歡旺夫 很喜歡做事 很喜歡管的 本身 你這個位 我們看這個拳 如果有些小組 這個肉包得不太大 就叫做暗拳 你這個肉包得不太大 這個就是暗拳 有些人打到蘋果肌 你會看到這個很大的 蘋果肌那些 其實那些是太明拳的 其實拳不需要好得的 拳在面相裡面來說 是不漂亮的 是辛苦的 因為女性不需要拿拳力 不需要去理 我們有少少的東西在這裡就可以了 少少這個小拳的話 就是點什麼 點一個工人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大的拳會點什麼 會點一個勞工 會點一個勞工 對 然後拳環 然後再加好環 好環是代表 拳環是代表 他伸展管的東西有多少 哦 這個拳越闊 就代表他的權力 拉到多大去管 所以原來拳闊的人 是很辛苦的 那他管一些無謂的東西 還是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管 那就是很多無謂的東西 不是 因為他覺得那些無謂的東西 都是重要的東西才會死 是 你看看一些女高官 你看看權力就知道了 即是打橫的 你看到每個人都有權的 很大隻的 每個人都是 尋方康辛 你看看葉劉 你看看那些權 你看看女性做政府的人的權 就知道他是真的權 假的權 還是想去霸佔很多東西 你看看原來這個人 其實他內心想做特首 他表現說不是 所以女性的話 少少暗權就可以了 你有得己 我看到有錢人 很漂亮的女明星 個權很大 是的 所以我們常常說 女性 你會上鏡的那些 其實臉小 臉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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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小的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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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特別好看 是 因為他又不是好看 他就花點時間去管 這些東西 我們說回面型 因為這個權 如果在這個位置闊 通常配合什麼 他連下巴都會闊 一個叫闊面型的人 我們有一句說話 叫朝廷無方面貴妃 在皇宮裏 沒有一個方便的貴妃 原來方便的人 負面型的女性的人 第一很喜歡理事 第二很喜歡照顧人 很喜歡幫人 朝廷無方面貴妃 貴妃用什麼去做 人家去做 便舒舒服服 所以我們看回 原來你個人 即是男生 個人很懶 很不喜歡做事的話 你就追求一個負面型的女生 他就不停不停去幫你 打碟 做一些東西 尤其是下巴這個位置闊 當然不是以後見衰 有些力 不是面尖尖的那些 面尖尖的那些就是享受型 就是貴妃的 那些就是貴妃 如果闊的那些 就是我們說會遲家有道 為家裡付出很多 那我經常說 為何你嫁過有錢人 為何還要做 因為你負面的人 本身 有些女性又說 為何我經常吸引到那些 都是什麼 子弟戀 為何這樣 因為那些年輕人 覺得你一個姐姐 會照顧她很好 她便吸引到這些人去追求她 就是負面人的女性 有可能 就是容易是子弟戀 即是跟她同年 或者比她小 或者原來認識那些異性 都是大小孩 那也是一件好事 是 小鮮肉也是一件好事 一個怨打一個怨癌 沒錯 那我又回顧面型 本身 那也是 我們女性 剛才說 我上次說過 最重要是婚姻 是 如果被這個位有裂 這個位 這個位有裂 這個位有裂 就是婚姻有問題 最不好 男人有裂的話 就沒有那麼緊要 但是 這個位有裂的話 都會有一點脾氣暴躁 因為有裂叫陽性個性 女性的話 這個有裂的話 都是肥氣暴躁 你都肥氣暴躁 是啊 但是我想問 那是不是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會有問題 還是 其實你什麼年紀都會有問題 什麼年紀都有 因為 其實這個位 這個41歲 是普通的榴槤法 大部分 大部分的 都是這樣看 有一個叫做 九州榴槤法 九州榴槤法 是九年去某一個部位 其實遲些可以教的 叫做九州榴槤法 叫做九州榴槤法 去看哪一年去哪一個位 就是在九年 就會重回某一個部位 叫做九州榴槤法 叫做九州榴槤法 我們也是看 這個山根的話 最容易多變的話 如果大部分女性 或者男性的話 女性 如果婚姻容易有問題的話 通常是四十多歲 至五十歲 為什麼呢 就是 那些壞男人是什麼 那些壞男人 或者突然間 原來 即是七年之養 去到那一段時間 然後 那個女性四十多 五十歲 然後覺得 覺得 都好像有少少厭 然後 我就有點煩惱 都不是少少厭 厭就很厭 還有 我覺得有很多男士 到現在都是 就是覺得 其實他走到哪裡 他會忍的 他們會這樣想 那你就不要找個 山根那麼高的人 山根那麼高的人 就忍不了 其實你應該找些 是哪些女性 會忍得到 就是鼻梁不要有那麼高 鼻梁沒有那麼高 或自我中心沒有那麼強 其實就會較忍得到 通常這個 就是不太好 這個就是對女性的不公平 你不開心 其實就不要忍 忍就會什麼 忍到病 自己不開心 無緣無故 有很多的負面情緒 其實有時候 你覺得不對 不開心 的話 就放下 你放下 之後 外面有可能再找一個 會好一點 喂 師傅 我很多人 來算命 就是說 師傅 我接下來六十多 還有桃花 是 喂 你很奇怪 有時候感情的事情 是怎樣 不關你年輕還是老 是關你有沒有 我經常說 不關你年紀 六十歲 有桃花 都是有桃花的 都可以修成證果 就是 看你條命 什麼時候 容易有真命天子出來 或者 原來你第一段婚姻 不要去到 那麼多年 流年 或者大運 有五年的桃花 大運 就爭著你自己 可不可以接受 一段新的感情 有些人原來受了傷 不會接受新的感情 那就算了 你自己做一個都會開心 但有些人又想 其實我臨路都輕 我有一個盤 有機會有的話 我就說 這幾年會出現 麻煩你盡量把握 我經常說 不是你歲數的問題 不是你樣子的問題 是你自己心態的問題 會不會當你去到年紀大 還有一個異性對你好 是你自己接不接受的問題 是打不打開你心非的問題 我覺得你這個我非常認同 就是真的不是樣子的問題 不是樣子的問題 又不是條件的問題 甚麼都不是問題 有些人一開始就用過自己的圍牆 對呀 設定好了一些 不可以 那有沒有說可以和不可以是好 好還是不好 即是你自己要適應到自己的生活 你舒服開心便好 好 我們也要看 我們有山根 連上受傷 有些人叫波浪鼻 波浪 波浪 即是有幾折 其實在中年的運氣是非常之差的 非常之差 好 也是這個鼻 鼻名 鼻了鼻 其實這個鼻 我們在小人形上髮 你知道什麼叫小人形上髮嗎 原來男人呢 小人形上髮 這個是頭來的 這兩隻腳 這個鼻哥 其實是胰 原來這個有山根的話 這個位置代表腰椎有問題 或者經常腰骨痛 這個是這個鼻 接著是鼻歪 就是天然鼻歪 本身被人打歪了不算 鼻歪亦都代表腰椎容易腰痛移位 本身 這個看回鼻的本身 好 鼻得黎 我們最重要就是有沒有鼻頭 你有鼻頭 但是你未夠大肉 我們有一句說話叫鼻頭有肉 枕頭有肉 枕頭有肉 對 枕頭有肉 耐心無毒 是嗎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這個鼻 有個魚圈大 有顆東西 性格也挺好的 這個 這個鼻頭大 我們看一個人的鼻 鼻真的代表一個人的財 沒有財 沒有財 儲錢的東西 但是你的鼻頭大 你都要裡面 叫做 我叫做 我叫做 金格位 這個就是 攀台 亭位 這兩個位 這個鼻翼要大 要有肉 這個 就代表你收不收到的錢 鼻孔見到的話 其實有些叫豬膽 就是密插鬚鼻 就找這麼多 用這麼多 我這些 你看不到 我是超級沽航人 是嗎 不算 我的法勢不可以借錢給人 我超級沽航 我的鼻孔 這些 就是 但是我唯一一樣東西 我鼻不夠大 我鼻大的話 就會賺多一點錢 我鼻就不夠大 你相當不英俊 再大一點 又要長又要大 所有的 所有的focus都去鼻那裡 不是的 好 新的鼻很漂亮 幾個四多 多英俊小才 很高 又正又漂亮 又正又漂亮 鼻很大 鼻很大 很高 很長 紅生的鼻有少少偏才鼻 然後 偏才鼻是要見到 少少見到鼻孔 就叫偏才鼻 正才鼻是鼻頭 帶兩個甘角位 手才鼻 就叫正才鼻 是 現在的 在我們現在的潮流 其實是流行偏才肥 不流行正才肥 有流行嗎 以前是流行正才肥 以前是儲蓄置庫 現在是炒Bitcoin置庫 是嗎 是 這個就是代表 原來就是這個位置 鼻高 鼻頭有肉 鼻有勢 之後 之後有少少見面 鼻孔 這個鼻孔是代表 你的錢 出入的特性 如果鼻孔很大 就代表 不斷出不斷入 有少少鼻孔 其實代表你肯投資 如果我們說這些鼻孔 就是經常做一些最穩健投資的人 買就一定要買籃籌股 買房子在這裏 炸在這裏就算了 之後又不敢亂去炒樓 這些就是穩健理財 尤其是鼻大越大的 就是穩健理財 那些是做古代的人 古代的人 是做錢莊的人 就是經常搜尋過錢 接著就靠手下幫去賺錢 接著就賺很多錢的人 我們鼻頭要很大氣 接著之後 也看回 看氣息 鼻沙有粒子的話 就永遠破財 嘩 永遠破財 是的 這兩個 這兩個 就叫做打開甲萬強分錢 如果有 接著一個破正財 這兩個是破偏財 即是鼻翼的位置 對 鼻翼的偏財 有什麼都是 這個代表 這個鼻大 這個厚度和大那個 是看回你存到多少錢 鼻頭是代表你找到多少錢 這兩個是一個倉庫 你存到多少資產 你的倉庫 你的倉庫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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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鼻大 你鼻頭這個位大 你賺錢能力很厲害 但是你存的錢能力不厲害 接著你也看你的鼻孔 看到的 你洗錢的能力厲害 更強 就是這樣 你賺錢能力厲害 洗錢能力厲害 存錢能力不厲害 投資能力不合格 我這個鼻子也不會儲到很多東西 我儲錢能力 我會很計算 但是我是很穩定理財的東西 就要看一個鼻子可以承受到多少財富 還有你的心態適不適合現在 你的心態就適合現在 為什麼呢 你容易賺到錢 然後你不停流動的錢 現在流動的錢 現在不流動的錢 現在不流動的錢 擺在那裡的錢 擺在那裡的錢是貶值的 我們一看人的鼻孔 看看有沒有錢 當然了 我們剛才說過 一定是權備雙倍 因為這個是代表你 你控制外面的人 能不能控制到 你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是你沒有權 你不懂得運用你周邊的人物的話 你控制不到 然後如果你的權太大 你被過世 你容易受到別人的控制 本身 所以我們要看回你是 做什麼行業的人 或者你什麼性格去處事 你這種的話 就一定不是靠 即是不是靠社會 拉關係的東西 是自己親力親為做 不停不停地想 一塊錢來一塊錢走 所以你這個鼻孔的話 有些少少男性的鼻孔 女性的鼻孔不會這樣 即是不會這樣 即是不會這樣 突然覺得很直 很舒服 權力小小 就是女性的鼻孔 所以你連你的八字都是陽性的肛 是啊 還有男性的 男性的 有鬍子 有鬍子嗎 有鬍子嗎 有鬍子 要看 挺有鬍子的 本身 這個就是鼻孔的特色 有些叫做酒糟鼻 有沒有見過 這個鼻孔有些紅色的線 這些紅色的線 當然 酒糟鼻有幾樣東西 其實酒糟鼻以前的男人來說 就是酒色才氣特別厲害 即是去玩得多 叫做酒糟鼻 微思樂館爆炮 這些酒糟鼻 或者很喜歡喝酒 叫做酒糟鼻 有些類性的 這個酒糟鼻的話 其實就是身體 某一部分的健康的康蒙有問題 它們就不關酒色才氣的 是健康問題 這個酒糟鼻 好 接著之後 連相、受相、藍台、鼻哥、正財、編財 你還有什麼想知道 那有沒有些人是沒有財 正財、編財都是財 有沒有些人是 鼻孔得不好的相會是哪一種 都有鼻孔 鼻頭很尖 有些鼻頭很尖 沒有細細 這個藍台很細 有些鼻大到不得了 而沒有錢 知不知 因為它鼻大 孤峰鼻 這兩個拳骨 保有不了 它自己覺得自己的理財性很強 但是有自我中心 沒有人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是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沒有實際運用不到自己的財系 那經常抽獎命的人 是會怎樣 或者有賭運的人 是怎樣 獅子鼻 有沒有見過獅子鼻 獅子鼻 好像貓鼻 貓這樣 是嗎 獅子這麼大的鼻 其實有一個鼻是叫獅子這麼大的鼻 鼻很大的 這個位置很闊 接著都見了鼻孔 獅子這麼大的鼻 我令他抽不到獎 他不是抽獎 他只是種綠合彩 種一場馬幾十萬 我認識有些人就是獅子鼻 男人 又中波 他們是很大膽去買的人 因為獅子鼻是很大膽 接著之後 他不是買很少 不是買三川七那些 因為賣一千元Vin 類似什麼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獅子鼻的人 是大上大落的 可以贏過百萬 輸又可以輸很多 你看很多賭場 很賭場的人 看很多賭的鼻 你會見到很多官 鼻頭很大 就要小心一點 有可能他利用公帑去賭博 要小心一點 所以賭是永遠 不是每個人可以賭到的 你沒有賭的特性 你不是有賭的心態 以及你不夠膽的話 其實那些就是奉賭必輸的 我這些鼻就是奉賭必輸 你有一些偏財 你逢賭的話 你都會比我厲害 你的賭運是好 你都知道 一群朋友打麻將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那個人贏的 就是因為他本身 有一個賭的心態 也懂得如何平均 當然有些病態賭徒 一定是獅子中的鼻 然後對眼有問題 就是眼有神 衝動 很薄的那些 就是賭徒的心態 就是賭得有殺身之禍 我們看一個人的鼻 就知道你是一個多有錢的人 還是一個一般的人 但是很難去看到是什麼 師傅怎樣去斷 這個鼻有勢 救力 權鼻雙倍 麻煩 看多一些有錢人的鼻上 尤其是男人 你知道這個是正才的 這個是偏才的 這個是怎樣去理財的特色 女人不用看 現在女人每個都高鼻 每個都嫁過有錢人 因為鼻高是嫁過有錢人 鼻腸嫁過有錢人 因為鼻高是自信心強 鼻扁是自信心低 我們就看回 就是 在女性來說 現在看面相的話 是教人看的 我們看什麼 看是認識 你去到韓國 一閒間 每個人都一樣樣的 你是認不到的 本身 看回香港的人 看回中國裏面有很多富豪 你現在不知姓馬那個 你看到她的照片 你都覺得原來很奇怪 其實她一向都很奇怪 因為她是負面型 負面型 鼻高不算很大 其實她是靠交際應酬而成的 因為她是一個負面型 但她的額頭很寬闊 額頭很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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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智商高的 聰明的人 但她不是靠自己 她的鼻不是很高大 你不會很突出 她的突出是看到 這個位置很寬 其實是靠周邊的 是銷售回來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過 就是現在的社會 是投機性 是重要過穩健性 所以現在很穩健的人 我叫做小康 小康 全部偏才鼻 頭肌性強 或者夠膽補的那些 就是大康 明白嗎 所以 跟她的性格也有關係 所以 所以 你也有少少大康的鼻 我都要拋住你 是 很遲 說到下面那一段 才可以揭開這個謎底 是 鼻的兩邊 鼻的兩邊 就去到五十歲 是 之後 到我了 下一次 就可以說一下 五十歲之後的 命運和面相 是 好 好 好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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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